宜蘭某一所私立大專院校 一位護理科的班導師 被學生投訴 說他上課不但是不負責任 還會打學生的頭 大嗆關我什麼事 等情緒化的字眼 期待學生現在要發起 不是任連署 而校方知道之後回應 現在已經介入處理 要了解這名班導師 態度有沒有不恰當 我真的是因為家裡有狀況 我才要去講 我不知道你剛剛會告訴我 離開世界是什麼意思 現在會上學生們 再也忍不住委屈 不吐不快 你知道我壓力有什麼大嗎 如果這不是因為炸我的 我要去講嗎 我就是那一個病人 他就是我的女人 學生說因為媽媽 突然昏倒住院 想要協商老師 是否可以拿回手機 隨時可以了解媽媽的狀況 這位老師大嗆關我什麼事 更有學生抱怨說 老師課堂進度落後 還有人被打過頭 那如果沒有提出解決方案 你就打算一直不交下去 當然不可能 這是專業科目 這一定會進行補課的 為什麼 而且才是考照科目 我們要說我們要上課 而且民教班 都會在考照的時間 而且我們問你什麼時候要上課 校方回應說 老師因為校規 所以才會拒絕學生拿回手機 但學生的抱怨 還不止這一樁 因為我身上關係 我看不清楚前面的字 所以我就說我想要換位子 然後老師那時候可能很生氣 就拍桌 然後就說你覺得跟我講有用嗎 現在全班39個人 有36個人簽署 教師不適任連署書 校方也已經開始介入處理 如果潘導真的有情緒控管不到 不排除會調理導師 記者理科研一覽報導